环保教育在慈濟校园推动行之有年 日前花莲事工所针对50多所学校和机关 抽查垃圾分类只有4间的学校合格 其中就包括了慈大副中和慈濟大学 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当中继节约能源 让我们自己身体力行 听着慈濟志工讲解了解环保重要性 光听还不够 更要亲自在成堆的回收物中一一学习分类 这是慈大副中人文课 每学期老师带着学生到花莲环保教育站 向志工取经 任何的一个东西我们都希望延长物名 那他们都知道就是垃圾变黄金 每个同学都知道该怎么分类 环保教育融入生活 慈大副中校内回收站 光是塑胶就细分成6类 日前花莲事工所抽查 辖内机关与学校垃圾分类 仅有4所学校合格 此大副中在第一阶段就通过积合 藉由学校的一个推动 让这些学生能够确实做好资源回收分类 让他们能够推广到自己的家户里面 我想在对于垃圾减量跟提升资源回收率 我相信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校方的努力曾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推动环保有工学校全国优等奖 简单的动作清静在源头 守护地球的观念从小扎根 戴爱新闻 叶朝庆江姓姓刘洪志 花莲报导